粉丝提问,如果信号值变零后是删除所有装备物资,而不是直接淘汰会发生什么? 这样改直接就颠覆了整个吃鸡的游戏机制了,将会有三个改变 一,玩家肆无忌惮抗毒 在现在的版本,信号值变成零之后都是直接淘汰,根本不给你任何的机会 所以到了中后期,玩家都不敢在圈外,一不小心就直接没了 可现在的后果仅仅是删除掉所有装备物资,人还是活着的 进圈后还可以继续搜东西填包 中后期说不定碰到一个包又直接满配了 所以玩家敢肆无忌惮抗毒了 二,信号值变零后玩家变猥琐 虽然说现在不会直接淘汰了,但信号值变零之后物资都消失了 玩家肯定会变猥琐,因为啥东西都没了 遇到人估计只敢爬着前进 在没捡到新装备之前都会超级猥琐 三,一局游戏可能无限长 这项机制最不好的改变就在这点了 一局的游戏时间可能会被无限延长 因为在圈外也不会被淘汰 顶多就是空手而已 这时候要不想让其他玩家吃鸡 就可以一直在圈外 就这么耗着 一局的时间将无限延长 玩家体验会很不好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